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死亡今天多了2556个人 新一波疫情似乎在南非又再次的卷土重来 所以这个疫情不简单 其实首尾还是蛮长的 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谈谈一家公司 因为昨天它的成交量也是非常活跃 这家公司Muhiba Engineering Malaysia Berhad 它的code是Muhiba这家公司 昨天大事是回调了 所以它逆势竟然起了一个8.6% 收在57分的价位 你看回忆上个月 它的股价只有五毛钱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股价从五毛起到昨天57分 起了一个14% 手不错了 这种涨法 因为你要知道它二月份最新的业绩是亏钱 亏了一个前出万 然后它的股价竟然一个月飙了14% 这种账符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一年的时间 把它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到了 很不错 这种行情 它的市值MarketCap 4.1亿 是蛮小的一家公司 NTA是有2块2毛8 远远高过它的股价 注意新业绩2月28号出炉 已经连续4个季度 YOY它的profit是有进步的 那么其实去年的时候 这个季度它也是亏钱 而且是亏了更多 所以今年因为cost of sales 这个销售成本有跌了 就造成说 它其实对比去年是亏少了一些 虽然它还是亏了1112万 千出万的一个亏损 那么好 MUhiba 他们本身的业务 他们其实是做construction建筑工程 然后他们是focus在infrastructure 就是基建的建筑工程 他们的业务 然后除此之外 他们持有一家挂牌公司 就是Fafco 61.32%的股份 So Fafco就是做起重机的 OK 然后除了这个起重机的领域之外 也是有做automation OK So这些东西 这些业务啊 是MUhiba它本身主要的业务 所以我刚才说了 他们是Fafco 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或者母公司 因为它持有61.32%的股份 然后最近Fafco是不错啦 股价都在往上标 因为最近Fafco他又宣布咯 他们拿到新的contract 好像是5000多万 然后他也宣布了股息 所以是蛮高啦 好像是85分 一个蛮高的一个股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Fafco的股价 也是飙了相当相当多 OK 那么他持有Fafco 61.32%的股份 其实是收益蛮多的 So MUhiba它可以免付那个房融税咯 因为房融税1.2亿 它就可以因此而免掉了 So或许也是这个原因 它的股价就昨天逆势飙了上来 我们来看2月份最新的业绩 就是4th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我们来看QOQ按季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这个季度它的核心净利润 只是赚了一个210万 OK赚了一个210万 因为有一些one off的东西 才让它会亏损 千出万 你one off拿走的话 也还是赚了一个210万 因为QOQ按季来说 它的revenue收入是飙了56% 从第三季度1.9亿 来到第四季度3亿 所以它的收入是增加了蛮多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它核心利润 可以赚了一个200多万 So QOQ来做比较 当然它的profit margin是比较强的 因为它说原因是之前 第三季度有一个luckdown 一个很大的封锁 造成它第三季度就比较惨 那时候收入就减少了非常多 本来到第四季度 因为已经开始解封了 开始复苏 你可以看到它的收入 只有revenue弹了一个56% 是蛮多的 So QOQ是有进步的 是有进步 YOY当然亏损的话也亏了 相对比较少 对比去年 那么一整年来看 就是financial有21年 它在今年有拿到新的order 进来了 新的订单 就是今年它是secure了5030万的一个order 进来了 今年它还是有收到新的订单 So 展望未来 因为MUhiba它其实在柬埔寨 OK 他们在柬埔寨也是有这个股份 在那边的这个机场Airports So 最近因为柬埔寨的政府 在去年11月15号 他们就已经开始放宽 所谓的travel restrictions 旅游的种种的限制 其实他们在去年11月15号 已经开始放宽了 So 理论上 是未来那边的机场的 这个passenger的traffic 未来只会复苏 走高 因为你开始做重开国门 开始接风 然后那边的柬埔寨政府 他们也已经允许了 就说只要这些passenger 这些travelers 他们只要打了三剂疫苗 就是完全接种了之后 那么当你入境到柬埔寨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这个quarantine 不需要做隔离的 你只要打了三针 你有出示证明 你就可以直接的进到这个国家里面 不像之前 需要做这个隔离 So 相信 未来那些 你说旅客也好 passenger 进去柬埔寨的人数 只会增加 所以对MUhiba是利好 因为它在那边的机场 是有股份的 So 目前MUhiba的order book 整个集团 总共是8.3亿 其中大部分当然是起重机那边的segment 起重机那边是5.2亿的订单 然后剩下来的就是construction的建筑工程 So 它建筑工程也有3.1亿的一个order book OK 3.1亿 当然是比它的起重机的部门是少了一些咯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MUhiba 它的股价在上个月来了一个低点只有5毛钱 我相信有一些人只有去捞 这是肯定的 MUhiba 然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它就飙了一个14% 起了一个气氛上来 当然 So 最近Fafco 该说了 Fafco 它持有61%的股份 然后Fafco 最近又宣布派发很高的股息 又宣布拿到几千万新的合约进来 种种的利好 我觉得这对推高MUhiba的股价也是有关系 然后MUhiba它也是可以免付 那个所谓的防荣税在那边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利好 So 它的NTA 2.8 2.8 高过股价 然后已经连续四个季度 Profit 也是有在进步 就是对比去年 它的亏损是走低了下来 当然最新业绩将会在月底出炉的 我本身是比较保留 OK 来临的业绩 当然 不排除可能市场一些人会 或许他们已经知道还是怎样 然后就有一股力量就把这个股价推了上来 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 该说了 像那边柬埔寨的机场 如果它的流量 这个passenger Traveler 复属的话 对他们是一个利好 那边的机场 然后当然马来西亚 我们也是最近重开国门 可以看到各行各业 至少有呈现一种比较积极的一个signal在那边 或许首来临的业绩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东西 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OK 当然简单聊了这么一些 还是要Disclaimer 最重要那四个字就是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我本身 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n's topic 就是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是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来到昨天相当多选股回酬 还是不错的 像Chin Hin也起了一个3.2% 所以在3.9% 他们最新业绩QOQ进步248% YOY 8% 这样选他before bonus issue 57分 也派个股息4.5分 这两年三个多月 也是有934%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一个14年 当然还有其他选股 这边不说了 从这个报告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而很多著名的投资家 最出名的 大师巴菲特 他们长期都在运用投资的方法 从基本面投资法 我们会去研究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机报 来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公司 所以要强调 这绝对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建议至少buy and hold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发展到更好的话 其实你赚钱的机会也是挺高的 那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pm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喜欢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你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走去以后 当然要感谢大家抽出世界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